嗨大家好,我是吳無為 有東西介紹到沒東西的 今天不開箱魔術方塊 今天來介紹的是這個 復古的魔術方塊解法 其實應該還有啦,難得翻出來 我現在手上能拿到的這幾款 都是我增長很多年的解法 首先來看這一個好了 這個是英文的,美國版的 這一顆應該是在我買那個 官方的鑰匙圈的時候送的 所以它包得很小,有沒有 全部遮起來之後它還要再一個對折 它是很小張 好,Michael,那沒錯,是小小顆的 就是他們的小方塊,3公分那個大小 我拿到這張的時候其實我已經會解 所以我沒有很認真地看它的內容 Mate you,來認識一下你的方塊有沒有 好,它有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 好,然後再告訴你中心 中心的顏色有方向的,不會亂跑 好,然後再介紹這個是腳塊塗顏色 然後邊塊塗顏色 好,那樣子介紹的順序還OK啦 這邊就是告訴你 把黃色朝上的時候,有沒有 前面看到藍色,右手邊就是紅色這樣子 它這樣告訴你顏色的順序 它反而是要你先做出黃色十字 挺妙的,看一下 它要做出這個樣子 有意思耶 我記得我曾經在一些小比賽看過 有外國小朋友這樣子解 它是從上面往下解兩層 不像我們是兩層是在下面解 沒有 它是這樣子教的耶 Target Corner From this to this 就是 叫你在上面做出這樣子嘛 做出一面一層的意思啦 然後 看著這個黃色在上面 然後把腳塊塞進那個位置 不過 因為我現在來做這個就不準 因為我已經會了 好,做出頂面的黃色一層 好,第二層 它的圖長這樣子感覺怪怪的 它是要這樣子看的意思嘛 這樣子看嘛 然後把這個放到這裡 很妙喔 它的做法是叫你從底層把它放到第二層 所以頂層已經好了就不去動它 雖然概念可能跟我們反過來做一樣 不過因為反過來做的好處是 都會在上層移動嘛 那如果你這樣子做的話 變成你會有很多這些動作 就是 上面不動就是轉下來 然後在下面移動這樣子 這樣我覺得可能 比較危險 因為看不到下面的東西 把第二層做好之後 然後底層的顏色翻好 然後再移動底層邊塊 蠻有趣的耶 它這邊沒有教你怎麼做 你要翻過來才知道具體的步驟是什麼 我覺得比較直覺的做法 應該是要把這些公式 直接把它分散在每一個步驟裡面 而不是你在講解這些的時候 只是告訴你會做成什麼樣子 然後叫你去對應後面的公式 像它這個 第九步啊 是要把它邊塊交換位置啊 然後你就要看後面 這邊就是有公式 就是我們講的 雖然它這樣的好處是排版很乾淨 就是你可以把 講解區跟公式區分開來 但其實它又這麼小張 然後這樣子分散開 不太好 我要一直反覆的翻來翻去 好我會再把這個 整理到我們官網上 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它講解的方法是這樣 好這是美國版解法的部分 好接下來來看日本版 這一顆是那個 以前在玩具翻轉成就買得到的 標封方塊 我還記得699 特加599 好那個方塊包裝非常的精美 完全就是日本式的那種 所以這邊有那個Mega House有沒有 然後我那時候還有在別的地方也買了 然後我就注意到它的 LOGO這邊就被貼掉了 這我就不知道差別在哪裡 這是同一張 這邊都是同一張 可是它在LOGO這邊 它把它給貼掉了 變成是什麼 Fasic Concept 可能是這個賣的地方 它不要出現日本的LOGO 我也不清楚 好來全部都是日文的 而且這個印刷非常精美漂亮 是我收藏的舊解法裡面 不要說舊解法 你就像放到今天來看 這個印刷的水準也是非常的高 而且它很詳細喔 它LBL這邊講完之後有沒有 然後翻到後面 然後翻到後面 就還有完整的OL跟PL的公式 這也是早期小玩耗我們自己做解法的時候 我參考了很多啦 當然不是照抄 就是我很喜歡它這樣子編排 所以我參考了很多它的編排的方式 真的是很棒 其實從初學來講 如果你拿到這一份 你有認真去研讀它的話 去練習它的話 你其實你就可以變成 中階以上的玩家 它光是前面的 LBL教學就講的非常詳細 然後做法也是我們現在常看到的做法 它的解法有沒有 它把藍色擺在上面做 所以那個時期有一些玩家 就真的是這樣子 藍底 就是做好之後 它把藍色做好 然後就把藍擺到下面嘛 這是我們的順序嘛 所以有一部分玩家 其實藍底是這樣子來的 好這邊講一下 日本版的配色也不一樣 日本版的配色 黃色跟藍色是對調的 所以它是白上藍下 這是日本版的配色 那如果有興趣看一下 我會把那個說明放在我們 影片的那個相解裡面 這個跟他們日本版 還有Webis官方代理的那個 時序是有點關係的 好啦它先做好頂層 然後把它擺到下面去 然後那個時候 日本版的配色頂層就是藍色 好有沒有 然後告訴你顏色有方向的 好這樣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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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印刷紙質也很好 然後印刷品質也很好 有沒有 到這邊到這邊到這邊 好那顆方塊的品質也很好 它是應該說是果餅的後面的設計 然後很順手很好轉 而且是可以調整的 然後蓋子也很好開 然後也不容易噴 因為舊的果餅的蓋子是黏住的嘛 那你打開之後就很容易會噴蓋 那顆的品質各方面都很好 好後面就是ORAL跟PL的完整的公式 然後當然有一些手順已經到現代 可能已經不是那麼流行的啦 有興趣還是可以研究一下 好 然後這個 這個就是這一份裡面附的 他除了講教學以外 他還有教你怎麼去調整 或是告訴你怎麼組裝 這次真的是太用心了 附羅斯起之路解法附腳架 官方的腳架 官方的潤滑油 記得官方潤滑油還有一點檸檬香 OK好 收進檔案庫 好最後是我們的 本部裡面的重頭戲 好這個是我本人 我看著這一張解出來 這是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在 學校附近的文具店買的 一顆180塊裡面附的 好招機那個時候什麼時候 1980年 正好是那個魔術方塊在台灣 就是代工最盛行那個年代 那個時候其實台灣 有很多家庭都做過 魔術方塊相關的代工產業 有人就做這個啊 又有人做方塊的塑膠啊 有人做方塊的貼紙啊 有人做方塊的盒子啊 甚至有遇過一個 他是專門做什麼 做官方方塊貼紙的轉貼模 他只做這一項 就養活他們全家 他只做貼紙的轉貼模 他不是做貼紙喔 所以你知道魔術方塊在台灣那個時代 是比重很重要的 好但是這一份呢 他不是官方的解法 他是台灣的魔術方塊廠商 叫範圍 範圍 幾年前還聽過他們還繼續有在做 我現在真的是不確定他們還在不在 好範圍的這個解法 然後他裡面附的這個 看起來就很像是手繪的有沒有 在紙上畫 我後來聽說他這個已經是 找高中老師還是數學老師 製作編寫這一份解法 然後經過不斷的複印 他也不是留下電腦檔案啊 他就是紙本 然後不斷的copy copy再copy 所以有很多夜市還是文具店的版本 是這一份沒有錯 可是他的內容已經 有些字都印都不見了 他還在繼續做這樣子 好他的解法跟我們熟知的LBL 概念有點像 但又不太一樣 他一開始先教你做一面 先教你做一面 然後一面做好之後有沒有 但是旁邊的顏色不對嘛 然後他這邊有教你怎麼樣可以交換 交換 邊塊的位置 然後 把它慢慢的湊成 顏色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交換角塊的位置 就是一樣白色在上 然後我就這樣子 一直不斷的交換交換 讓同色湊在一起來 這樣子一直一路湊過來 然後湊到一面的側邊的顏色都對 不太有效率 但是很好理解 所以以前真的是這樣 這個解法 我一開始真的是學這個 現在回頭看當然是沒有效率沒有錯 可是對新手來說 我們沒有任何的資訊管道 所以看著這個 慢慢做慢慢做 是可以做出來的 時間比較長 可是我不需要動太多的腦筋去理解 或是去觀察說 顏色為什麼有那個問題這樣子 好來第二層 一樣嘛 右上左下左上右下 這我們的解法裡面也有 這邊是一樣 第二層是最容易 大家都會一樣的 好第三層做成十字 一樣是這個六步法 六步法 好差不多啦 這樣過去 而且它這個箭頭都手繪的 已經非常小了 來你各位看一下 是吧 它箭頭其實畫成這樣 你要看懂還必須要有一點想像力 這很符合那個時代的風格 好它的做法還蠻妙的是 十字好了之後有沒有 它先歸位腳塊的位置喔 所以我不管上面是不是黃色 我就先看喔 這是黃黃藍矩 我就放到黃藍矩的中間這裡 它先歸位腳塊的位置之後 然後再去翻轉腳塊的顏色 再來我們來看有點不直覺 但它確實是這樣做 這份解法裡面最精彩的是 我覺得是最下面這一步 也就是它的第六步 就是換三邊 好它換三邊怎麼換 它換三邊 是把他們翻三角 就是到它的倒數第二個步驟 翻三個角的這個 的正向跟逆向 把它結合在一起 只是它中間有個步驟 不一樣這樣子 用這樣子來達成它換三邊的目的 那對於新手來講 其實它這兩個它都記起來了 它這兩個都記起來 它只要改變最後一個步驟 然後把它們接在一起 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來我這邊示範一次給各位看 好它把換三邊好的這一邊朝自己 然後它做先做一次這個 逆時針逆時針換三邊 但是它不把它全部做完 來我這邊示範一次 好它這邊還告訴你 A1234567 然後接第八步是這個 然後再來接 B1234567 再接最後一步 第八步這個 呵呵呵呵 我這邊現在看來就滿有意思 好第七 然後第八呢 原本是要 逆時針180度 現在改成順時針90度 然後接B的第一步這樣子 好接過來 有沒有 達到換三邊的效果了 用這樣子的方式 你就可以少記一次換三邊的公司 所以對那時候的我來講 雖然這一步超級長的加起來一塊20步 可是對我們來說 我就是只要這兩個熟練了 最後一步就可以做出來啦 所以對新手來說 其實是比較友善的做法 那現在回頭再來看這個解法 其實就會讓我有點回想起當年 那個完全菜皮疤的那個心理狀態 就我們看著這些東西 沒有任何就是真人的講解 那也可以把它做出來 其實也還滿有意思的 好這個解法的後面 就還有方塊的結構 好概念跟這個一樣 他附給你一份解法 再附給你一份方塊的解體 解體說明書 也是一樣就是很手繪風啊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 古時候上古解法的介紹啦 看著這些古時候的東西 我們也是要珍惜我們現在有的 因為現在的資訊實在是太流通太發達了 你隨便一份文具店附的解法 可能都比這個寫得更詳細更清楚 但是沒有這些東西可能 也沒辦法發展到我們今天這麼 多樣化的玩家的那個生態啦 好啦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齁 這些解法我都會把它掃描起來 放到我們想要它的官網 我興趣的話去觀摩一下啦 看看古時候的人都是怎麼解方塊的 OK我是吳瑋 我們下次見 掰掰